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高攤耶 而且很漂亮耶 這可以當點心嗎 當然可以啊 尤其是做便當 小朋友的最愛 大家好 我是愛娃 你好 我是葉師傅 終於來到我們的懶人廚房第二集 今天我們要做什麼 今天首先我們要做的是 玉子燒 我們要做便當裡面的玉子燒 對 好 那我們第一道菜 玉子燒準備的材料有 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雞蛋 先將雞蛋打碎之後 我們放在蛋盆裡面 然後加上你喜歡的 喜歡的比如說 柴魚的味道 或者是 雞的味道 或者是鮮奶油的味道都可以 所以我們會加一點 你個人喜歡的味道 在玉子燒裡面 對 那那個高湯跟蛋液的比例咧 高湯跟蛋液的比例 大概蛋250cc 加上50cc的高湯 就好了不用加水 就是高湯裡面 就是包含的水 250對50 對250對50 好 這樣吃起來那個煎起來的那個 玉子燒會非常的Q彈 煎就可以了 鍋子多熱啊 就冒煙 像這樣冒煙 好冒煙 首先我們要 要將鍋子用油 油要放那麼多 沙拉油 要讓它泡一下 浸泡一下 溫潤一下 好 潤鍋 潤鍋之後 要到什麼溫度呢 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鍋子家裡沒有怎麼辦 家裡沒有的話 就用平底鍋就可以了 那煎法也是一樣 一層一層 一捲一捲的 我們來上去 把它捲起來 那為什麼日本的吃起來很甜 那是因為它裡面有放味醂啊 醬油啊 我們這個版本沒有這個 我們這個版本是日本的版本 所以裡面會有味醂醬油 已經加蛋液裡面了 已經加蛋液裡面了 好 我們就等這個鍋熱 就可以下蛋液了 就是準備可以把這個油先倒掉 油要先倒掉 對 好 我們準備要開始喔 煎這個玉子燒 好 好 關小火 關小火 火不要太大 為什麼要敲 要把那個起泡的地方敲掉 它我們在捲的時候才不會有空心的狀態 每一層都是很渣 這感覺有技術耶 這感覺有技術耶 當然啊 你確定我們家庭組部煎得起來 煎得起來 絕對煎得起來 首先第一步把泡泡敲破 對 敲破 然後讓它凝固 有沒有看到 開始在凝固了 有 要一直轉嗎 就是轉 為什麼要轉呢 就是讓它蛋液平均附著在下一層的蛋上面 好 好 開始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有點凝固了 凝固了 開始凝固了 有 我們還是一樣 把它平均的 將蛋液平均附著在這個凝固的蛋液上面 這個你覺得手勁要很好耶 這個很輕啦 如果不轉會發生什麼事 不轉不會發生什麼事 只是它會不均勻 然後那個 因為這個溫度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用這個手 把它這個鍋子有沒有 這個稍微轉一下 讓它平均 好 捲起來 像雞蛋糕一樣捲起來 然後再加一點油 還要再加油 對 加一點油 好 喔 應該要疊第二層蛋皮上去 對 第二層 喔 這個剛剛火有點大 好 然後推過去 好 為什麼日本人早餐都要有煎蛋 因為這樣營養才會均衡啊 好 第二層 好 有點凝固了對不對 對 好 第二層翻過來 哇 對啊 神奇的瞬間 神奇的瞬間 對 那今天剛開始火有點大 對 有點顏色 有點褐色 這是正常的 那如果要把它煎得很漂亮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火會太大一點 好 來 來 再加一點這個 第三層 對 這是每個日本家庭主婦都會做的日常菜 嗯 大部分的家庭主婦都會啦 不過這個很難講 這個現代買變得比較快 這個技術已經快失傳了 好 所以各位家庭主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不用會煮可以來魚市吃 看我們的影片就會了 真的不會就來這邊吃 對 哇好胖喔 有沒有看到 五顆可以這麼大 可以喔 可以喔 來再加一點 這第幾層了 第五層了 第三層 才第三層 好厚喔 很像蛋糕耶 對啊 我們等一下吃起來 熱熱的吃起來 就像雞蛋糕一樣 喔 我以為這個是那個 出濕了才可以做這條菜 沒有 這個 好 最後一層 最後一層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高湯是柴魚 我們今天的高湯是醬油 味醂 醬油 味醂 所以我們今天吃起來是甜甜的 甜甜的那個玉子燒 喔 台灣人可以接受的甜就對了 對 喔 這太厲害了 剛剛那個叫什麼 翻鍋 翻鍋對 哇好厚喔 差不多了啦 這個小小的鍋子 好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塑形 喔 還要塑形嗎 對 好 用這個鍋子的那個邊緣 我們把它往前擠 推擠 它的那個形狀就會出來了 再翻一次 好厲害喔 這個顏色 就出來了喔 哇 對不對 家庭 家庭號 日食爛捲 對 家庭號 這個切會有技巧嗎 切喔 涼了 涼的再切 一定要涼的 熱熱的不好切 喔 好 好 我們最後上色 這樣就可以了 要起鍋了 對 差不多囉 哇 這個玉子燒 甜甜的 那以一個家庭主婦來看 我們發現就是 其實這個煎蛋捲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應該最難的就是那個 翻鍋吧 對 翻鍋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那個煎 煎掃 就是鏟子 那喜歡我們節目的 記得 分享我們影片 打開小鈴鐺 然後我們下次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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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